在古典音乐界要想出圈给你个忠告啊 一定要趁早 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会结合最近风很大的两位青年小提琴家 蔡柯仪和李硬衡的成长经历 以及波兰的一位有资深音乐背景的社会人类学家 伊莎贝拉瓦格纳 多年来的对大量的顶级的音乐家的调查和研究 今天想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小提琴家 你需要做出哪些准备 从小要经历怎样的人生考验 以及隐藏在这些教育背后的市场运作机制 刚才上面提告的蔡柯仪和李硬衡 那在现在应该算是中国最火的两个少年组的小提琴家 在学小提琴的家长们眼中啊 绝对不亚于几十年前的朗朗 那他们是2018年美纽英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的并列冠军 这个比赛在小提琴界的地位绝对不亚于肖邦比赛在钢琴界的地位 那像这样啊 在外人眼里所谓的音乐天才和神童呢 纵然再这么天赋异禀 从小也是要一定要靠童子宫把基础打扎实的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就算天资再好 在学好一门乐器这一点上啊 真的就是连门都没有 这里呢我们就要说说 如果你想在西方古典音乐领域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奏家 需要经历的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家长为主导的童年时期 在这个阶段呢 最重要的就是家长的野心和决心 一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啊 特别是对于学写乐的孩子来说 那对音准的天赋包括双手的协操能力啊 很早就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林英恒 五岁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非常熟练的拉Vivari的一小调协奏曲 这首曲的难度啊 相当于一般的孩子要学三四年的水平 但是林英恒啊 只用了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 那再看看蔡柯仪同样的 蔡柯仪不到六岁的时候啊 就可以演奏维尼亚夫斯基经典的炫技曲目 《斜血曲与坦兰泰拉》 这首曲子呢差不多就是演奏级的水平 那Coloy用了两年时间不到就达到了这样的水平 他们取得的这些成绩啊 除了靠天赋和努力以外 一定和家长背后的支持和引导密不可分 首先呢 家长就要想办法做一个优秀的陪练 这个陪练兼助教的作用啊 甚至比老师更重要 小低琴可以说是喜蒙乐器当中啊 最容易放弃的乐器 那对于没有自控力的幼儿来说呢 需要秦童身边啊 有一个不离不弃的安慰者和鞭策者 这个角色呢 首当其冲就是家长 幼儿的理解能力啊 是非常有限的 家长呢 有时候还要经常在现场呢 录下老师的教学 然后利用这些视频啊 平生在家不断的复习 一遍遍的巩固 提醒秦童需要注意的问题 表面上看呢 是老师在教学生 但实际上啊 很多时候老师是在教科家长 然后呢家长再回去教孩子 那根据这个瓦格纳的调查研究啊 就发现在欧洲的独奏班上呢 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是音乐家的比例 高达80% 那家长懂音乐 家里啊就有很好的音乐氛围 这当然是有利于音乐学习的 而且呢专业的背景 也让他们能当一个更好的助教 当然了事实无绝对 没有音乐背景的家长呢 也不用打退堂鼓 用心陪伴啊 一样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比如这个以林印恒 他的妈妈呢 是一个会计师 爸爸是工程师 都是与音乐毫不沾边的职业 但是一样不妨碍他们的孩子 优秀的这个音乐天赋 第二阶段呢 就是青春期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家长逐渐退出 不再旁听孩子的这个 上一对一的独奏课 也不再监督孩子练琴 学生和老师逐渐建立了一对一的积极合作的关系 老师呢 直接指点学生 学生自主安排恋情 那老师的重要性啊 在这个阶段体现的越发的明显 因为呢 随着学生水平的提升 他将获得更多的参加比赛和音乐会的机会 那就比如李英恒 在他六岁很小的时候呢 他的父母啊 就带着他专门和吕思青老师会面 那见面以后 一定也得到了吕思青老师很多 包括琴记上面的点播 再比如这个蔡柯仪的老师 音科在他每扭音大赛之前啊 可以说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 在他得奖之前呢 也在音科老师的推荐下 参加了很多其他的比赛作为历练 那蔡柯仪也不是一下能拿冠军的 我们去看看他的简历啊 就不难发现 他在2017年珠海国际小提琴比赛当中呢 只拿了区区第三名的成绩 所以说呢 大赛的经验啊 都是靠平时慢慢的累积而来 接着就来到了第三阶段 就是由小提琴独奏者自己主导的阶段 那这个阶段啊 小提琴这个独奏者呢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以自己的名义 构建自己的人际网络 融入到音乐精英的圈子中去 在这里我为什么要说圈子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 这个音乐的圈子是怎么形成的 19世纪的时候啊 最高端的小提琴教育呢 原本是被法国垄断 几十年后开始向中欧扩张 比如捷克和匈牙利 当20世纪以后啊 音乐界开始青睐东欧和斯拉夫国家的演奏法 小提琴的教学啊开始扩展到 这个圣匹德堡 莫斯科等地方 那东欧地区的犹太人啊 经常面临着迫害和威胁 所以对于那里的家长来说呢 成为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 可以让孩子们和家庭呢 获得一个居住在安全的城市中心的宝贵的机会 所以犹太人很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走上这条迁信的道路 你会发现犹太社区出生的小提琴名门啊 比比皆是 比如说之前介绍过的帕尔曼 还有海菲兹 都是犹太裔的小提琴家 历史上呢 曾经有两次大规模的音乐移民 第一次是苏联诞生时 斯拉夫家庭啊 为躲避革命 纷纷远走西欧 而第二次是在苏联解体时 斯拉夫音乐家们憧憬西方世界选择了移民 他们的学生呢 也不得不跟着移民逐渐发展了下去 那帕尔曼他当时也是因为他的老师啊 迁老到了美国 他也就是追随着他的老师来到了美国 他们的学生也不得不跟着移民 逐渐发展下去 形成了许多的派系 但这种派系呢 就是小提琴界的人际网络 对演奏家们来说啊 有没有建立好好的人际网络关系呢 意味着他们能不能获得机会 参赛的机会 获奖的机会 音乐会的机会 等等等等 但在这个阶段啊 他们会逐渐从老师那里脱离出来 由原来一对一指导的积极合作 变成偶尔见面沟通的消极合作 他们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啊 就变成了互相的成就 在这个阶段呢 小提琴演奏家呢 还会寻找新的老师 目的就是为了搭建更广阔的人脉 小提琴演奏家呢 还要学会维护与其他一些重要角色的关系 这些人呢 对他们将来的独奏生涯都非常的重要 那第一个重要角色就是钢琴伴奏 因为啊 大量的小提琴演奏都需要和钢琴伴奏一起来完成 双方呢 不仅要在演奏方式上相契合 还要能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 第二个重要的角色呢 就是乐队指挥 小提琴独奏者啊 在表演时 有时需要有交响乐队配合 而乐队指挥呢 是交响乐队的灵魂 只有通过乐队指挥的引导啊 年轻的小提琴独奏者呢 才能掌握与乐队合作的技巧 那第三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顶级小提琴的拥有者 一把小提琴好不好 决定了他的音色好不好 而一把顶级的小提琴呢 可能价值上千万 这是很多小提琴家都无法企及的 所以说呢 小提琴的演奏家需要维护的重要角色中呢 就少不了顶级小提琴的拥有者 比如蔡柯仪 最近使用的一把琴啊 就是瓜奈里家族1729年制作的一把铭琴 由这个Rayben Collection公司提供 还有李应恒 他现在使用的是 阿玛丽家族的一把1733年制作的铭琴 由Boston努林家族琴行呢 出借给他 那另外像录音师 可以帮助小提琴演奏家录制一份完美的唱片去参赛 作曲家呢 可以写一部好的作品给他们演奏 这些关系呢 都需要小提琴的演奏家花时间 精力甚至金钱去维护 那在这个阶段啊 小提琴独奏者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就是参加国际大赛 他们需要通过国际大赛啊 增加自身的知名度 比如蔡柯仪 我们看看他的简历啊 就不难发现 他就是靠不断的参加国际比赛 慢慢进入观众的视线的 那从2015年的新加坡全国钢琴小提琴比赛 再到2018年的美纽英国际小提琴比赛 蔡柯仪可以说是在比赛中啊 迅速成长起来的小提琴家 正因为这些比赛 才会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 切除到世界顶级的乐团指挥家 一直到今年2023年的1月份 他和新加坡交响乐团合作 录制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 四季 录制专辑啊 对每一个音乐家来说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小提琴家想出名啊 必须通过参加国际比赛这一种方式 如果你没有很牛的人脉和朋友圈 国际比赛呢 确实是能让音乐家能出圈的 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方式 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两位 还有帕尔曼 曾经和 这些大师节奏的都是靠国际比赛的影响力 让自己在古典音乐界 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口碑和声望 但是呢 也有许多声名显赫的小提琴家 比如 美妞尹 斯特恩 木特 等等等等 他们没有参加过任何国际大赛 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们的关系网里啊 已经有很牛的赞助人了 所以说呢 他们可以跳过这个环节 就获得关注 然而即便有了这些积累 完成了20年的音乐精英教育 最后呢 能成功战战独奏舞台上的人 依旧寥寥无几 在这个过程中啊 更多的人因为在竞争中失败 或者是呢 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又因为始终无法得到 这个精英圈层的认可而退场 他们中呢 有些人成为了职业 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 获得首席小提琴的席位 还有一些呢 则干脆改行 脱离的音乐界 我们都知道一万小时理论啊 但是如果放在整个社会生态环境来看 成为大师 不只是机械的投入时间 如果没有对环境的认识 全面发展的人格 时间哪怕带来技巧的精进 效果也是极其有限的 录今天这些视频呢 不是让打算走专业 或者已经在专业道路上的你们望而却步 而是帮你对古典音乐圈的环境 有更清醒的认识 从而对自我的发展 以及职业生涯 有更深远和清晰的规划 从而用更广阔的视角 更好地规划你的学行之路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